名词 嗨 大家好 今天要带大家来参观乌特勒兹这个地方 伊里达乌特勒兹车站 就感觉到这浓浓的现代化气息 一出车站就看到了这黄澄澄的电车 真的跟印象中的荷兰一样可爱 先带大家来看看我们这次要入住的饭店 NH Hotel 它距离车站只有190公尺哦 旁边更是Flixbox的停靠站 非常适合像我们这种自由行的观光客 说着说着我们也抵达了 我们就来看看里面长什么样子吧 一走进大厅 右边就有小小的自住商店 提供给饭夜肚子饿的访客 下来购买零食 而左手边就是check-in柜檯啦 这边还备有welcome drink 免费的最好喝 对不对 干杯 它的味道是橘子跟八角 今天的饮料是橘子跟八角 还有柠檬薄荷水 另外旁边还有小糖果可以吃 而且还有荷兰最有名的干草糖 我们来听看看妈妈吃完的心得感想 很像爹妈嘎 长得很像爹妈嘎 你看这么黑一层 吃起来是什么味道 九层塔的味道 我觉得九层塔 这是咸的 很像你要 不是咸的 是甜的 就是一个甜的九层塔的感觉 我会喜欢可是 闻起来很臭喔 就是九层塔这种东西跟香菜一样 喜欢的喜欢 不喜欢的就很不喜欢 我觉得不像九层塔 另外饭店还有用餐区 小型健身房 还有顶楼的会议室 看起来是一个非常适合商务会议的地方 接下来来开箱我们的房间 我们这一次入住的是三人房 蛮舒适的 空间明亮干净 看一下九楼的风景 大家可以看到楼下红色的地方 都是脚踏车道 规划的相当大一块 果然是脚踏车大锅 接着带大家看一下 厕所厕所是做干湿分离的 备有洗手乳乳 乳液毛巾吹风机等等设备 但是就是没有乳乳跟洗髮精 后来我们发现 要在网路上提出需求 隔天打扫的时候才会补上 介绍完饭店 带大家到路上来看看 这个脚踏车道究竟有多大条 我被这无比宽敞的脚踏车道惊呆了 它的宽度不输给旁边的汽车道也 乌特勒兹的市中心面积不大 主要的景点都可以从乌特勒兹火车站 徒步到达 相较于阿姆斯特丹 我好像真的比较喜欢乌特列治的街道 没有那么多人也没那么多垃圾 比较悠闲舒适的感觉 这里的房子我觉得有一点像 哈利波测里面的房子 买魔法棒那一区 斜脚箱 斜脚箱对 就是一样这边也是两层楼居多 我们走到了古城的运河区 这里真的比较惬意的感觉 这边的运河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有两层设计 楼下的地窖作为货舱使用 以方便船只运送货物 而现在部分地窖已经变成了餐厅酒吧或者是民宿 行程现在上下两层会有不同店家的情况 上面有一间店 上面有一间店 好酷哦 可以下去耶 再下去这个下面看看 这里离河超近的 你们下来啊 下来之后可以看到这一间一间的船轿 长得超级酷的 我之前还找一个Airbnb是那种住在这个地方 我会觉得很酷 可是我怕你们会害怕 会害怕 因为它等于外面就会有路人可以在这样走来走去 真的很舒适耶 很舒服 前面还有人在滑到独木舟 我们在运河旁边发现这边是各国的亚洲料理 这个是韩国餐厅 然后前面一点有越南餐厅 那在前面一点还有印尼料理跟泰式料理 很酷耶 这条路上可以找到很多我们熟悉的食物 在荷兰呢如果看到Coffee Shop就是卖大麻的店 这个就是Coffee Shop 那真正的咖啡厅是叫Coffee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彼得兔的故乡 所以它的纪念品会有很多彼得兔的纪念品 我们到了乌特列支的圣马丁主教堂 它就在后面这边 位在市中心的地标就是这一栋圣马丁主教堂 它是建于18世纪的天主教教堂 而这边最出名的就是它高达28层楼的塔楼 远远的就可以看到这座地标 不过碍于它正在整修 我们来的时候只看到右边这个样子 今天是星期日 我们现在在寻找厕所的路上 星期日的厕所更难寻找 对我们已经走了好几个五百公尺 对好几个五百公尺 终于找到厕所了 不知道欸 这个我在网路上有看过 男生的免费露天公厕 刚刚看到一个厕所太脏了所以 我们再继续寻找 因为有人大便在里面没冲啊 好恶心 你不要讲出来啦 真的很恶心 现在好像没看到 我是闻到味道 打开了 好我们继续 走 恭喜找到厕所了 这个要0.9块欸 拜拜 拜拜 我们现在在Jumbo这间超市里面 它竟然有这个pizza跟pasta 现做的图屋欸 太像buffet了吧 超市看起来好干净喔 种类也很多 这个应该是伴手里区 有不同口味的荷兰煎饼 我们现在来到后火车站这边 这边像是土耳其鸡 就是很多土耳其的料理 你看那边有个鱼道 好多酥菜水果很漂亮 谢谢 我们要结束我们在 沐特列斯的旅程啦 下一站我们将前往 更特 比 历史的更特 靠地球 拜拜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喔